冯涛是工厂的一名工人 因为工作的原因 左眼视力出了问题 于是他去了医院 医生说他的脚膜出了问题 必须要进行移植手术 但问题是很多病人都和他一样 在等着新鲜的脚膜用 等轮到他估计要一年以后了 但冯涛不可能就这么排着队 不工作了吧 于是他问医生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但医生说了 不管怎么样都得有个先来后到 就在冯涛绝望的时候 医生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医生挂断电话就给冯涛报了个喜讯 原来有一个自愿捐献脚膜的男子去世了 但因为那位男子死的有点久了 脚膜得立马移植出去 不然就没法用了 而且好需要脚膜的只有冯涛在医院里 所以他可以立马进行移植手术 惊喜总是来得突然 冯涛赶紧起身感谢医生 很快冯涛的脚膜就一致成功 他的左眼视力也成功恢复 他询问医生捐献脚膜的人是什么人 他想去向人家的家人表示感谢 但医生说这个得保密 冯涛也只好作罢 他回了工厂继续工作 但是他却偶然发现自己的左眼总是会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女人 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的冯涛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他工作太多压力太大导致的幻觉 但冯涛确定绝对不是压力大导致的 因为他现在就能清晰的看到那个影像 医生说那应该是脚膜的主人最后看到的影像 医生还告诉他这种影像通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 让他不用担心 但是这段时间 红衣女的影像在冯涛的脸前越来越清晰 冯涛也渐渐的喜欢上了影像中的女子 有时会一个人吃笑 有时又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在这美丽幻影的支持下冯涛越来越努力的工作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长长 从此过上开着小车穿着脾气的体面生活 在他看来这多亏了红衣女子 红衣女子就是他的幸运女神 但是他连红衣女子是谁都不知道 想到这里他有暗自沮丧 一想到红衣女子的影像很快就会消失 冯涛心里更加失落了 一天他在下班回家的时候 看到一个和红衣女十分相似的女人 他赶紧停车跑上前 问那女人到底是谁 接着告白起来 没想到女人听完她的告白惊恐地离开了 不过这也正常 哪个女孩子半路被陌生人这样告白 不会被吓一跳 冯涛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但眼前的景象精清楚楚地提醒她 自己没有看错 但问题是那女人到底是谁呢 他觉得红衣女子一定是角膜主人的女友 冯涛陷入了困惑之中 于是他再次打电话给医生 而这边医生在上次冯涛离开医院后 就打电话询问了角膜捐献者的消息 他也确实经过调查知道了一些东西 但就在医生准备把真相告诉冯涛时 一个不速之鹤登了门 当冯涛来到医院后却发现医院空无一人 奇怪的是他看到红衣女出现在医院里 女人跟他说自己确实是角膜主人的女友 男友当初死于车祸 看到男友的一部分在别人身上活着 他觉得十分欣慰 并约冯涛一会儿聊聊 冯涛激动不已 但他还没开心完就滑倒了 定睛一看地上竟然出现了血迹 这是怎么回事 冯涛顺着血迹发现了医生的尸体 还看见了医生手中的报纸碎片 原来角膜主人根本不是车祸死的 而是被人谋杀了 而红衣女也不是角膜主人的女友 而是杀害她的凶手 原本红衣女并没有打算干掉冯涛 可惜冯涛阴差阳错知道了真相 最后红衣女举起手中的枪 缓缓对准了冯涛 而她的眼角膜上最终也印上了红衣女的影像 不知道这个角膜最终又会被捐献给谁呢 而谁又会发现红衣女的身影呢 这个故事来自中日合作短剧 不可思议的夏天之 永不消失的女人 短剧号称中国版世界奇妙物语 不论是片头片尾 还是故事的风格呢 都和世奇十分相似 虽然豆瓣评分不是很高 但每个故事呀 都有其独特的看点 至少在国内算是值得一看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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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看赞 咱们下期见